每当秋季来临,正是我们需要关注自身健康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疲惫不堪,手脚冰凉,甚至头晕目眩时,这往往是身体气血不足的警示信号。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的调养措施,那么我们的健康状况将会逐渐恶化。 然而幸运的是,秋季也是进行身体调养的最佳时机。 通过调整饮食,我们能够为身体补充所需的营养,保持健康状态。 在日常饮食中,多食用滋补汤品。 这对于益气养血,滋养身体大有逼艺。 随着我们不断地享用这些汤品,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体内气血得到增强,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五道适合秋季喝的养生汤。 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力。 越喝越年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党参乌鸡汤 准备食材 乌鸡、党参、红枣、山药 制作步骤 1.准备一只乌鸡将鸡薄 鸡屁股切下来 剁成小块用流动的清水彻底冲洗一下 3.准备好葱段 姜片、当归、党参、红枣、山药段和枸杞 用冷水浸泡剁好的乌鸡,然后焯水去血水 将焯好的乌鸡放入砂锅 加入足够的开水 加入配料 盖上锅盖炖20分钟 最后加入盐和泡好的枸杞 继续炖10分钟即可 2.山药猪肚汤 准备食材 猪肚、山药、枸杞、红枣 制作步骤 1.将猪肚表面的粘液抓吸掉 然后加入两大勺玉米淀粉和适量的食用盐 用清水冲洗猪肚 加入食盐和白醋 再次揉搓抓起猪肚 彻底去除粘液和异味 2.炖猪肚汤 将猪肚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和料酒 煮开后撇去浮沫 捞出放入凉水中 用小刀刮去猪肚表面的白膜 切成块后炒香 倒入足够的开水煮开 然后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最后加入山药、红枣和枸杞 炖煮15分钟后 加入食盐调味即可 3.鸽子枸杞汤 准备食材 鸽子、生姜、挡参、胡椒粉 制作步骤 1.将鸽子放在案板上斩成小块 去除翅膀、屁股、腿、脖子、头和脖子上的皮 将大块的鸽子肉斩成小块 2.鸽子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姜水和料酒 焯水去腥 焯水时间不宜过长 然后迅速捞出 用流水冲洗干净 3.将处理好的鸽子肉放进去 加入挡参、白纸片、黄芪、姜片和葱结 倒入热水 加入半锅清水 放一个壁子 然后将盆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慢炖40分钟至1个小时 调味盐、鸡精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 最后开盖 继续煮开5分钟即可 4.黄豆猪蹄汤 准备食材 猪蹄、红枣、葱姜、胡椒粉 制作步骤 1.将剁好的猪蹄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彻底清洗掉血水和杂质 多次冲洗至水变清澈 2.加入猪油 烧热后加入葱姜炒香 加入猪蹄翻炒均匀 加入料酒开水 煮沸2分钟 将汤和猪蹄倒入砂锅中 3.加入黄豆和花生米 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 用小火炖煮40分钟左右 然后加入红枣和枸杞 再继继继续炖煮20分钟 最后调味 加入食用盐和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继续炖煮5分钟左右 撒上葱花作为装饰 即可享用 5.玉米排骨汤 准备食材 玉米、排骨、葱姜、胡萝卜 制作步骤 1.将排骨剁成小块 放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清水和食盐 搅拌均匀 浸泡20分钟后 准备姜片、玉米、胡萝卜等配料 2.清洗排骨后 将其放入砂锅中 加入足够的温水 加入姜片、胡萝卜、玉米等配料 用中小火煮一小时左右 3.煮好后 加入适量食盐、鸡精、胡椒粉进行调味 再加入清洗好的枸杞 最后撒上葱花 即可享用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